我們發現了自從節日五條線開通後 常常發生一些人潮衝撞的問題 希望能改善這個人潮衝撞的問題 我們還去東門站 還有中正紀念堂站進行拍攝影片 還有照片拍攝人潮碰撞的情況 然後還準備要用排報來進行入班宣導 還有我們有設計問卷 然後有去捷運站有三次那個訪問 就是有將那些答案整理起來 發現了許多捷克的問題 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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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查询别国的避免冲撞的方法 结果查到了人潮分流斑马线 看起来效果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还很幸运的有预约到可以跟李家卫副站长做访问 会发生一些造成人潮痛的问题 然后会有时候会还会造成人的受伤 希望能够听到这段问题来改善 我觉得我原本很胆小 但是经过了这次的活动后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大胆 经过了这次的行动 我觉得大家都不会当低头足 故事在做的过程有很大的改变 感觉就是有帮助到人感觉很不错 我觉得自己自信好像变好了 会用到电脑 我觉得我自己打字速度 还有我用电脑的技术也都变好 电脑的技术有变好 而且比较敢和别人接近 然后比较会解决问题 然后呢 那个打量也会比较大一点 截然不同 就是不想撞到你行动成功 感谢观看